逆病疫苗覆盖率以群体免疫为目标 新北市12号实施67岁以上长者施打疫苗 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前国管院中正堂和综合区长赖俊达 一同关心长辈们的施打状况 并表示先前的施打经验与动线规划的累积经验改善了许多 67岁以上的长者开始施打疫苗 这几天可以讲报名非常的容易 那今天早上去看整个施打的情形贡献 因为已经有规划过很多次的经验 所以非常的良好 尤其我们长者施打的疫苗很高 所以欢迎如果还没有登记要来施打 65岁以上的长者 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医院65岁以上 这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在前几天说 没有医院要来施打 新北市鼓励市民朋友按照年龄顺序施打疫苗 侯友宜表示欢迎为施打到的长辈前来预约 市府也将在15号做65岁以上施打数量的统计 欢迎长辈们施打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其实从一开始市长就鼓励 所以长者按照人员按照社区安心心法 那这段时间有了长者刚开始有缺猶豫 但是渐渐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疫苗接种的态度 所以这一波我们在往下开放的时候 暴民越来越有变 现在65岁以上都可以来做疫苗接种 所以在前几波长辈们没有来施打的 都可以回头来做痕迹 尤其这四天从65岁67岁以上都在施打 所以这些的施打量非常的多 我相信这四天施打下来的话 新北市会在7月15号做一个详细的计计 长辈们65岁以上 大概我们施打的量施打的率 都是来跟学多民族的报报 疫情当前唯有团结抗疫 力拼疫苗覆盖率才是最好的解药 民众预约莫德纳疫苗接种 可利用新北市政府各区公所网页或公所专线 里长及里干事就近协助 记者曾定家综合报导